在非洲地区杀早逝虐许多人因而丧命 但只要有鞋穿才能有效的改善 所以罗东博爱医院发起了 博爱有爱协助肯亚的活动 短短一周的时间涌入了四千双的鞋 其中还有裁办帮忙号召集合众人力量 来帮助非洲的民众 博爱有爱协助肯亚 响应肯亚募集救鞋救命的活动 罗东博爱医院发起了 博爱有爱协助肯亚的活动 原本目标是八百双 但是一周内就涌进了四千双的爱心鞋 而院方也动员人力整理 为各界的爱心是忙得不可开交 副院长卢靖德表示 撒枣是一种入侵人体皮肤的寄生虫 严重甚至会死亡 但透过穿鞋可以有效预防撒枣入侵双脚 让大家知道说如果说赤脚 那赤脚如果说在非洲 你可能会被我撒枣干净 那其实在台湾其他地方 也不鼓励说赤脚走在那个泥土上面 因为有可能有沟丛 或是其他的分小海线丛的感染 那最重要的是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要推展这个疫情的活动 还有教育 那其实我们在短短一个礼拜 就募集了将近四千双的鞋子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爱心 送到非洲去 那在非洲 因为杀手疫情非常严重 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穿鞋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简单 可是在那个地方 鞋子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一般做这个动作 三千八百双 那去就是一个无限的爱心的整线 那也希望经由这个力量 对非洲地区杀手的疫情控制 能够经营一点点的心意 经营菜摊了林兴展 从网络得知博安医院发起的活动后 也协助募集 推出了捐鞋送高丽菜 以及环保贷的活动 募得了一百多双 至于平常就有二手一回收帮助弱势的五节锅中 也因为受到林先生的号召 一起来响应 教学生及时行善 我是在菜市场工作 原本二手的资源就比较多 刚好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活动 就举手之扰 就共享胜 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吗 也没有 就一个购物袋 然后一颗高丽菜 白来一颗吧 其实回馈 好像后面变得很不重要 他们就是拿了鞋子放了之后 就走了 就很害羞就走了 对对对对 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从林兴展先生的FV上看到 我们一天的时间 募得大概四五十双的鞋子 然后来共享胜举 因为平常学校有收二手一的习惯跟风气 那想说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来帮助 除了在国内或者在学校之外的一些孩子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衣服或者鞋子这样 经过清典整理后 这批二手鞋在今天运往苏澳海市 未来会送到非洲肯亚帮助当地的居民 免于沙澡的危害 以来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